夜晚的时刻,有点孤单 不怕,有天使陪你属星星 这样的夜晚,真的有天使陪伴吗? 当然,因为天使正在为你值夜班呢 太好了,这样的夜晚,我们称它 天使夜未眠 哈喽,我是天天,非常欢迎你收听天使夜未眠 今天为你预备的主题单元是信仰Q&A 你是不是一位好奇宝宝呢? 你对于这个世界,对于生命,你喜欢探索吗? 无论我们在生活当中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遇到什么样的事情 我们都可以在圣经里面来找到答案 今天呢,我们要回答的这个问题是 基督徒可不可以练肚皮舞或是跳瑜伽呢? 为你邀请到的就是 幕会许多年的江峰老师 来听听他的分享 亲爱的听众朋友您好 我是江峰老师 很高兴又来到我们问题解答这个单元了 今天要回答这位听友的问题是 基督徒可以练肚皮舞和瑜伽吗? 这种起源于异教文化的运动 肚皮舞还有瑜伽呢 我想在现在这个世代已经很普遍的 被一般人所能够接纳 就当作是一个做运动而已 那我想甚至现代的人可能也不太清楚 知道原来这个肚皮舞还有瑜伽呢 是起源于所谓的异教文化 我们运动是人的需要 当然是一件好事啊 现在这个时代进步 各式各样的运动都有任君选择 在圣经上面有一句名句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有益处 凡事都可行 但不都造就人 所谓凡事都可行呢 就表示我们基督徒是有自由的 没有什么事情是我们不能做的 但是我们要小心 当你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我们要提醒自己 不都是有益处哦 也不都是造就人哦 不但是造就自己 我们也要造就别人 我们在没有信主前呢 真是个人管个人的事 只要我高兴有什么不可以 但是我们信了耶稣之后呢 我们成为基督徒了 真的我们就是不是为自己活 我们也不是单顾自己的利益 哥林多前书十三章 那个爱的真谛 讲得非常好 我们不求自己的益处 圣经上也告诉我们基督徒一个责任 耶稣对我们说 你们是世上的盐 也是世上的光 我们人一般是只在乎自己的享受 自己得利益 自己高兴就好 在这样一个黑暗的世代当中 耶稣说基督徒门徒就是盐 盐是什么呢 我们炒菜要加点盐 盐是可以调味的 所以基督徒是盐呢 就表示我们的好行为 是可以防腐 是可以调味 那另外他也说到基督徒是光 我们也可以看见 让人可以看见我们的好行为 我们能够照亮别人 能够引导那些在黑暗中的人 能够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所以我们用这个圣经的原则 再回到听友这个问题 到底我们基督徒 练肚皮舞瑜伽 这种源于异教文化的运动 可以吗 我江峰老师的建议是 在你要做这个决定之前 我要不要跳肚皮舞 我要不要做瑜伽这个运动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祷告 我们要聆听圣灵在我们心里的声音 自己要问自己 我心里面我有平安吗 我有喜乐吗 我这样做 我自己有得到益处吗 有让周围的人得到造就 得到祝福吗 基督徒做任何事情之前 我们要多祷告 要聆听圣灵的声音 求主帮助我们 每一个人都能做正确的决定 愿上帝赐福你 非常感谢江峰老师的回答 可不可以练肚皮舞 可不可以跳瑜伽 也会让我想到 基督徒可不可以去整形 可不可以抽烟喝酒 可不可以做一些大胆的事情 可不可以做这个 可不可以做那个 但我就想到 曾经有一个牧师 说了一个故事 是真实的故事哦 他说有一个年轻人啊 很想要去看一部电影 这电影呢 有一些镜头还蛮刺激精彩的 就是有一些打斗啦 他是在讲一个黑帮的故事 他就很想要去看 他就问牧师说 牧师我可不可以去看啊 牧师就说 这圣经里面呢 没有谈到可不可以看电影 不然呢 我鼓励你做一件事情 你问耶稣好了 然后呢 你带耶稣一起去看电影 这年轻人一听呢 哎 觉得这方法还蛮不错的 也很新鲜 他就很开心地 跟耶稣祷告说 主啊 今天让我带你去看场电影 他就跟电影院 买了两张票 当他真的坐在里面看电影的时候 看了15分钟 他就索然无畏 就离开了 后来他跟牧师分享说 当他带着耶稣一起去看电影的时候 他就忽然想到 嗯 耶稣会喜欢这样的内容吗 透过这一个电影 对我的生命有什么帮助呢 就这么想的时候啊 就突然觉得这部电影呢 真是索然无畏耶 所以他就转头 跟耶稣说 主啊 我们离开好了 我们去做其他更有意义的事情 亲爱的朋友 我讲这个故事呢 不是说不能看电影哦 呵呵呵 而是说我认为啊 在凡事上 这个能不能做的标准 不是别人来告诉我们 而是我们来寻求上帝 让上帝亲自的告诉我们 如果你发现 当你做某些事情 你不希望有上帝同在 你不希望主耶稣跟你一起做 那你就会知道 这件事情当做或是不当做了 你认为呢 如果你有任何想法 欢迎你跟天天分享 把信寄到电台所播报的通信地址 祝你平安 我们下回空中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Oh 我全人为你